怎么这么早就过来了 害怕我同他们大打出手啊 你说这姑姑最近的口味 真是越发的清晴 她找的这两个人 都跟病秧子似的 我都不忍心出拳揍他们 所以就随便框了框 将二位细弱的大神框走了 白费了我的苦心 你暂且陪我坐一坐吧 许久没来此地了 竟还有些许怀念 他们说这分头历池里的莲花 她都是人心所化 虽然说我们认识的人里 没几个凡人 但是弥谷啊 你说 像蜻蜓那样的人 她是否应该有自己的白脸 那要会是什么样的呢 像她那样的人 我说 数月前 西海的苏莫叶 要着小叔去饮酒 我便跟着去了 在腾云之时 正好途经那个樊市 原来成渝国早就已经覆灭了 就在钦蹄死后的第十年 其实 我早就感觉那个朝代 不会命数太长 这个苏莫叶新智的茶 叫什么来着 碧符春 尝着味道不错 你要不要尝尝 这茶 不知帝君在此实在怠慢 青秋奉酒 拜见帝君